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温大人刚证不恶 以身寻知 实在令人可悲可谈 可是她一生未过 最后却落得惨死的下场 我一定会让冯夕复发 如今我回想起来 觉得冯夕好像不是在狡辩 冬月 你还不了解冯夕吗 她哪一次不是把罪责推得一干二净 还有一件事情 我也觉得蹊跷 我看见了 闻大人回京时 闻心留书去见他 可是至今都下落不明 我已陪人沿路寻找 可还是 我相信他还活着 我们分头去找 只要能找到闻心 我们就能知道 闻大人真正的私隐 闻心 我知道你还活着 你受到任何伤害 我都能感受得到 殿下哥哥 殿下哥哥 快开门 殿下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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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门 殿下 闻心小姐 你是来找殿下的吧 是的 是的 快叫殿下哥哥出来 我爹被坏人杀了 是我亲眼看见的 我爹被坏人杀了 小妹妹 你说的坏人 是谁 没想到闻业还有点本事 把你这个漏网之鱼 就给藏起来了 求求你 求求你快叫殿下哥哥出来 求求你来 姐姐快叫殿下出来 放开我这个龟子手 放开我 你现在哭天叫地的 有用吗 不如这样 我马上送你去 跟你父亲相聚呀 遵马 花哟 放开我 我阿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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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父皇 新药 朕闭关许久 外面可有发生什么事情 儿臣郑有事要禀告 等您明家就安 何苦大师 刚又炼了一颗新药 要朕去服侍 朕 就不听你长篇大论了 不过在这之前 朕让你见一个人 出来吧 老臣方元参见太子殿下 你怎么在这 父皇 儿臣最近查明 当年明家旧案的主谋 正是方元 当年明家旧案的时候 你还小 你不明白其中的缘由 儿臣已经查明真相了 其实当年号称国主 已向明将军投降 降书便是证明明家 清白的证据 左相 伟文书杀文叶 他这么多年 一直在欺瞒你啊 父皇 混账 我告诉你 方元所做的一切 都是奉旨办事 陛下 我最后 你不见了 我会认得 你不见了 你不见了 我能感到 我这儿 你不见了 不见了 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冬月 冬月 殿下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担心你心情不好 听紫园说你在这儿 便过来看你 多谢殿下关心 我没事 那就好 我还想跟你说一件事 我已经查明了文业的真正死因 他 他怎么死的 是左相与英丽所为 他们杀文业 就是为了抢走祥书 这么说 我们都错怪冯夕了 旁人不信他 我不应该不信他 他的确与陆远同虚于为夷 但为的 都是昊山国的降书 冯夕行事怪账 也怪不得我们不信他 左相杀死门大人 可有证实 是文心亲眼所见 文心 你见到他了 在哪儿 他去京郊的河边了 我已经派人去保护他了 放心 我已经派人去保护他了 不疼他 你们先回去吧 我跟文心单独待会儿 是 姐姐 对不起 我不应该不告而别的 我那日出城 看见我爹了 我看见有人想抢他的东西 我爹把我藏起来之后 他就 好了好了 文心不哭啊 姐姐在呢 文心不哭了 文心 你看 别哭 我爹一直陪着你呢 爹一直陪着你呢 是一个很远的地方 总有一天 我们会再相见的 你要听冬月姐姐的话 勇敢地做好以后的路 成为一个像姐姐一样的好姑娘 来 谢谢你 谢我做什么 我可什么都没做 我可什么都没做 就是 卸菜干嘛 喂 你再不去捡 只穿拳都飘走了 对了 来 对不起啊 我知道不是 我明白 无需多言 zero 乘下参见太子殿下 免礼 听说你原是虎其英统领 因氏酒言误军机 被贬为知己郎 是 属下一时疏忽 酿成大错 一直悔恨不已 希望你谨记于心 日后莫再重返 殿下提起之恩 定当以命相报 从今日起 你不再是从前的身份 四名清晰 只听命于我一人 是 清晰知道了 退下吧 是 二字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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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相 有要事相征 请诉至东郊司宅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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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见过爹爹 乖女儿 我们妇女是一见如布 为父的 绝不能让你受半点委屈 我要把你嫁给一个当事豪杰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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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艳福不浅 嗯 侯爷不是在跟我开玩笑 这羽柔本就是我的女 还娶什么娶呀 话可可不能这么说啊 这羽柔服侍你这么多年了 你至今也没给她的什么名分 你必须正正正经紧地娶她才行 否则 否则 否则怎样 这羽柔本就是我的女人 现在有了侯爷这个义父给她撑腰 我娶她自然不是问题 不过要正正经紧地娶 就需要三书六礼 才能不算博代与柔 侯爷 得放我回去操办婚礼呀 不必了 闲杂事等 我会安排妥当 你就在此安心住着 三日之后拜堂即可 三日 我堂堂幼相 筹备婚礼 岂能只用三日 不行 必须得走 你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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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像话嘛 玉柔 你的婚事为父出马 一定会办得顺顺利利 多谢爹爹 对了 我想回趟冯府 拿些日常惯用的物件 那是应该的 岂妃 明日陪小姐回趟冯府 是 那我先去列个单子 去吧 给我定死了 拿些什么没拿什么 都要搞清楚 是 你和陆远潼合作 无异于鱼虎谋辟 无异于鱼虎谋辟 你 那又如何 总之成婚以前 陆远潼是不会放你走的 你偷玉玺 难道就是为了跟我成婚 相信侯爷一眼便可看出 这玉玺主人真正的身份 你想得到什么 我想和冯夕 双宿双七 厮守一生 我与侯爷达成了交易 你我成婚以后 我会把玉玺给她 你还真是糊涂 你把玉玺交给陆远潼 她还会放过我们吗 她总要顾及半点的香火情分 我已经认她做了义父 她不会对我们感情杀绝的 家贫和七皇子尚且在宫中 陆远潼就已经开始 谋划启事的事情了 亲生女儿尚且不顾 别说你这个半路收的家女儿了 现在我的事情被她知道了 她还会留下我们吗 我不会让你有危险的 你怎么那么傻啊 现在我不会让极力 弱一个不爱你的人在身边 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我想要的生活 就是和象爷在一起 哪怕我知道你不会真心喜欢我 哪怕只能做一天的冯夫人 是我辜负了你 相爷 你不怪我胁迫你成婚吗 你不怪我胁迫你成婚吗 你不怪我胁迫你 羽蓉 若是你还念在我们相识一场 记住我最后的话 这次走了千万别回来 我为什么不回来 这些年你欠我的恩情 我要让你加倍地还回来 您呀 您是什么 您是什么 需要多关键 需要多关键 请兴趣 请兴趣 要咱们赶紧 请兴趣 也请兴趣 找吧 找找到 找找 算了 其中 我也好几日没见到她了 平时她去哪儿 都会告诉我一声的 我看外面院子里 停着个轿子 应该是李雨柔在 我们去问问她 我看到她的 李雨柔 你见她给我小叔吗 我正是为此事而来的 这是我和相爷的喜帖 喜帖 你们要成婚了 对啊 所以以后 不能再叫我雨柔姐了 要改口叫我叔母 服席她在哪里 自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乐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这是我在书房发现小树留的信 我去东郊私宅见陆远潼 自有阻止她的方法 你和祖元在府里带命 没我命令 不得离开 另外 看着童月 别让她来找我 婚礼果然有问题 可这也没说 可以阻止陆远潼的方法是什么 小树的确有提过 她说在私宅后院 她会布置一番 可以让陆远潼有去无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场突如其来的婚礼 难道是李雨柔出卖了东西 杨树 杨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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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连梳个头 你都说不好啊 对不起 狮子爷 奴婢搓手搓脚的 是奴婢子搓 我得有了冯夕这个女婿 自然看不上 我这个瘸腿的儿子了 所以你们一个两个 才敢怠慢我 你敢怠慢我 你敢怠慢我 你才敢怠慢我 怡儿 你出去 多谢侯爷 站住 来 父亲为你梳头 父亲 明儿 你的伤 是为父百密一书 父亲对不住你 但是 我会用天下最尊贵的身份 来补偿你 最尊贵的身份 最尊贵的身份 我已经是定远侯的儿子了 还能尊贵到哪儿去 皇帝和明贵妃的儿子 二皇子庞喜这个身份 够不够尊贵 父亲 父亲 二皇子不是冯夕吗 怎么会是我呢 原来父亲为冯夕主婚 是有此深意啊 明天你李宇柔就会交出玉玺 有了玉玺 有了玉玺 我就能让你成为二皇子 蒙冤的明将就在世上唯一的血脉 明家冤案 是皇帝这一辈子都洗不去的污点 届时 我们就打着 为明家昭雪的大旗举世 我相信天下人都会站在我们这边 是 父亲文桃武略 孩儿佩服 得过了明日 你没可能 那うち 侯爷 你跟着李宇柔就没看清楚 他行囊里到底装了些什么 都是些寻常物件 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这玉玺他到底放哪儿了 女儿 这么晚了 爹爹还没睡 明日为父要为你主持大婚 实在是太高兴了 睡不着啊 女儿能有明日 多亏爹爹成全 玉柔敏感五内 你知道就好 眼下冯夕是插翅难逃 你这婚是铁定要成的 放心吧 对了 明日就是大婚 不如今晚 就先把玉玺交给父亲 如何 先成婚 后交玉玺 不如今晚的婚离 与柔一生的幸福 都细于玉玺之上 眼下 是断不能交的 何况 爹爹也不差这一天 不妨再等等 这话也有道理 女儿还要布置礼堂 爹爹早些回去休息吧 明日就是你大婚的日子 女儿也早些休息 我是不是做错了 可若是不这么做 又该怎么办呢 你就是 雨柔妹妹吧 你是 陆世子 你这个称呼 就把我们叫生鼠了 你就叫我一声 哥哥吧 还请陆世子自重 还请陆世子自重 妹妹 你这就是不懂事了 我的前途不可先亮 你心心念念要嫁的冯夕 到时候都不知道在哪儿呢 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爹自有一番部署 总之 我今天要你 那是救你 是抬一句 你要把握好机会哦 多谢世子提点 世子的身子都这样了 还是早些歇息吧 我这是你没问题啊 丽荣 我这儿给你机会啊 你不要 你千万别后悔 少爷 我去 东元邪有出门吗 没有 那有什么人出入过月圆吗 昨夜子鸢姑娘来送过饭 到了春夜才走的 道乐 子鸢 道乐 是你吗 道乐 子鸢 你为什么会在里面 你别进来啊 我 子鸢 别进来 子鸢 你怎么弄成这样 我 东月姐呢 我昨天晚上给她送饭的时候 她趁我不注意把我打晕了 还把我的衣服传走了 你们是两个废话 换了身衣服你们就认不出来了吗 快去准备车马人手 去东郊寺宅 是 我也去 陆远潼重兵驻守东郊寺宅 太危险了 你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好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要去 你别在这里跟我逞英雄了 你都忘了吗 我们说好了 要生一起生 要死一起死 那好吧 那我在外面等你 幸好的 你怎么会有好 什么事 看你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